美国时间10月22号晚间 最后一场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落下帷幕 共和党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人前副总统拜登 围绕新冠疫情与中国等议题向对方发起猛攻 以期可以在最后阶段赢得中间选民的选票 与第一场辩论相比 这次二人表现更有风度和克制 有评论认为 主持人克里斯丁·维尔克对场面稳定的把控和主办方新增的切卖功能 让这场辩论的嘴账减少 变得更有实质内容 接下来我们就针对几个关键议题 来回顾一下这场大选投票前的最后一遍 新冠疫情是两名候选人的首个辩论议题 这也是许多美国选民目前最为关注的话题 二人对疫情的处理方式有明显不同 特朗普表示 疫情高峰期已过 还称新冠疫苗将在短期内出现 届时将由军方分发 他称自己在早前染病确诊后学到了很多 强调病人是会痊愈的 民众正学会如何在新冠存在下生活 例如 年轻人康复率高 应该重启学校及企业等 然而就在22号包括选举摇摆州 俄亥俄州在内的美国多地 录得日增新冠病例最高 这显示疫情近期正在加速恶化 特朗普还说道 我们正在学习与病毒共存 我们不能像拜登一样把自己锁在地下室里 拜登则表示 学习共存 拜托 我们会因此而死 拜登指责特朗普称 他的疫苗根本毫无计划 如果一早就建议民众戴口罩 或许可以救回10万人的生命 如果自己当选 他会鼓励所有人戴口罩 确保有病毒快速检测 并制定重启学校及企业的策略 他提到 有世界顶级医学期刊 批评特朗普对疫情的应对是绝对可悲 在国家安全环节 特朗普与拜登就中国议题展开激变 中国是特朗普竞选连任过程中的一大主题 而最近 与拜登儿子亨特有关的新闻 也让他将火力更加集中在中国议题上 特朗普试图在两方面上攻击拜登 一是其儿子亨特电邮一次外泄 二是亨特被指与中国及乌克兰有生意往来 他指控拜登本人 也从亨特与中国及乌克兰的生意中获利 特朗普向拜登说道 我觉得你欠美国人一个解释 拜登称 我从未从任何一个国家拿过一分钱 亨特在中国和乌克兰的生意没有涉及不道德的因素 亨特没在中国生意中获利 他还以特朗普的税收记录及与中国的生意联系发起反击 特朗普早前被指在中国开设银行户口 可能向中国缴纳的税款是他在美国付税的50倍 特朗普则称 他本打算在中国做生意 但该账户在2015年就关闭了 拜登还称 朝鲜、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为恶棍 而特朗普拥抱他们 特朗普在提及气候变化的问题时 再次提及中俄两国 形容中俄肮脏 美国则是碳排放最低的国家 美国近年煤矿产业下跌 加上支持再生能源和天然气 所以在气体排放问题上的确有所改善 特朗普多次对气候变化议题持怀疑态度 他在辩论中质疑风力及太阳能等再生能源生产方式 认为这些发电厂很大很美 但能量不够强大 这观点是有争议的 根据2019年的数据 再生能源首次超越了化石能源 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能源来源 特朗普的说法是要对抗民主党投资再生能源的野心 这些计划被指太贵 影响传统能源行业的工人 这同时也是一部分美国选民的看法 拜登说 应对气候变化是道德责任 如果特朗普做多四年 他可能进一步放宽针对企业在环保上的限定 那时候会让美国有真正的麻烦 拜登称 他的气候变化计划能创造数百万职位 那么这次辩论虽然以和平收尾 但究竟谁占据了上风呢 根据CNN的统计 两人发言总时间相当 特朗普发言约41分钟 拜登则发言约38分钟 CBS电视台的数据显示 特朗普打断拜登25次 拜登则打断特朗普12次 这远远低于首场辩论中的统计 当时特朗普和拜登分别打断对方72和22次 在辩论结束后 拜登表示 自己感觉不错 但辩论的结果要交给公众评判 他的团队则表示 这个辩论之夜是民主党人一次戏剧性且巨大的胜利 特朗普阵营则认为特朗普赢得了这场辩论 称这是改革者与沼泽之间的一场较量 在2016年大选时 特朗普的口号之一是抽干华盛顿腐败的沼泽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